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历史人物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马丁 路德金 民权运动的领袖光辉 2.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自由平等的呼声 3.路德金遗产 推动美国社会正义与平等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马丁 路德金 民权运动的领袖光辉 好的 让我们一起走进马丁 路德 仅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世界 这位民权运动的巨人 不仅以其非凡的勇气 和坚定的信念改变了美国 还以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 有节奏的抗争方式 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想象一下 如果他的演讲是一首歌 那么每一个字 都是旋律中的音符 每一句话 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节拍 首先 我们得提一提 他那著名的 I Have a Dream演讲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讲 这简直是一场精神的生演 以此灵魂的觉醒 想象一下 1963年8月28日 一个炎热的夏日 在林肯纪念堂前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 等待着这位伟大领袖的发言 当马丁 路德 竟开始讲话时 他的声音 不仅穿透了华盛顿的空气 也穿透了时间和空间 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他说 我有一个梦想 有一天 我的四个小孩 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 而是以品格 来评价他们的国家里 这句话 直到今天 仍然在无数人的心中回响 但是 马丁 路德 路德 金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伟大的变革 往往需要时间和耐心 他并没有立即看到他 所有的梦想成真 但他所拨下的种子 最终开花结果 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如果你不能飞 那就跑 如果你不能跑 那就走 如果你不能走 那就爬 无论如何 你都要向前移动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灰心 或者遇到挑战时 想想马丁 路德 金 记住 即使是最黑暗的夜晚 也会有星星的光芒 正如这位伟大的领袖所展示的 以爱和勇气为武器 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生活中的改变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自由平等的呼声 好的 让我们一起回到1963年8月28日 一个炎热的夏日 在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 一位名叫马丁 路德 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的牧师 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这一天 他发表了著名的 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演讲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讲 而是一次震撼心灵的呼唤 一次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的宣言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马丁 路德 金有Instagram或Twitter 他可能会在演讲前发个帖子 今天 我要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演讲 我有一个梦想 自由平等 见证历史 而且 如果有直播功能 那场演讲的观看人数 肯定会破记录 评论区会被火和拍手刷屏 现在 让我们深入一点 我有一个梦想 这场演讲 其实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发生的 1963年 美国的民权运动 正处于高潮期 非裔美国人和支持者们 正在为结束种族隔离 和平等权力而斗争 马丁 路德 仅以他的智慧和激情 将这场演讲 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他的演讲中 有几个关键点 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 他提到了100年前 林肯总统签署了 《解放黑奴宣言》 但黑人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用50年后 黑人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 和歧视的枷锁之下 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这是对美国社会的深刻批评 然后 他提出了他的梦想 一个人们不在意肤色 而是以品格来评价他人的世界 他的这个梦想 不仅仅是对非裔美国人的希望 也是对全人类的期待 最有趣的是 据说马丁 路德 今原本的演讲稿中 并没有我有一个梦想这一段 这是他在演讲中急性发挥的 想象一下 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站在那里 被现场的气氛和情感所激发 说出了这些永恒的话语 这就像是历史给了他一个微笑 让他在那一刻超越了自己 最后 这场演讲不仅仅是关于 种族平等的呼声 他也是对美国梦的一种呼唤 一种对所有人都能享有 平等机会的渴望 马丁 路德 经用他的梦想 点燃了一代人的希望 也启发了后来的无数人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我有一个梦想这四个字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讲 这是一次历史的呼唤 是对自由和平等的永恒追求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马丁 路德金的虚拟形象 用现代的方式 继续传播他的梦想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路德金遗产 推动美国社会正义与平等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马丁 路德 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遗产 这位伟大的领袖 不仅以他的梦想改变了美国 而且还留下了一些相当有趣的故事 和深刻的启示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 又不失幽默的方式来回顾 首先 想象一下 如果马丁 路德 经有Instagram或Twitter 他的帖子和推文 肯定会使全网热搜 I Have A Dream Equality Now Civil Rights在社交媒体上 肯定会成为永久的热门话题 但在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 他的声音通过电视 广播和报纸 传遍了全世界 这足以证明 即使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真正有力的信息和激情 依然能够触动人心 路德金的非暴力抗争策略 实际上是从另一位伟人 甘迪那里汲取灵感的 想象一下 如果他们能在Twitter上互相关注 他们的对话可能会是怎样的 嘿 At Mahatma Gandhi 今天我试着 用你的非暴力抵抗策略 效果不错哦 然后甘迪回复 太好了 At MLKJR 记得 力量来自内心的平静 这对话虽然是虚构的 但他揭示了一个真理 伟大的思想和行动 可以跨越文化和国界 激发全世界人民的共鸣 路德金的演讲 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无疑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 但你知道吗 这个梦想 差点就没能成为现实 原因是 他的演讲稿上 根本没有 我有一个梦想这一段 这部分是急性发挥的 想象一下 如果他当时决定 紧紧地跟着稿子走 我们可能就错过了 这个震撼人心的时刻 这告诉我们 有时候 急性发挥 可能会创造出 不朽的历史瞬间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路德金不仅仅是一个 演说家和领袖 他还是一个超级麻烦制造者 但在这里 麻烦是指挑战不公正 推动社会正义 他曾说 我们的生命开始结束于 我们对事情保持沉默的时候 这句话提醒我们 面对不公 沉默不是选择 而是行动的号召 马丁 路德金的遗产 不仅仅是他的演讲和行动 更是他对正义 平等和爱的不懈追求 所激发的全球共鸣 他教会我们 即使是最黑暗的时刻 只要有梦想和行动 光明总会到来 而这 正是推动美国 乃至全世界社会正义 与平等的不解动力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对马丁 路德金的想法是什么 你是否被他的勇气和智慧所打动 你认为他的遗产 对我们今天的社会 有何影响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我们的想法吧 记得留言讨论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